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追风者今晚登场 王一博、王阳领嫌演绎金融谍战新篇章 国产谍战剧起源于早期的反特剧是《银无声》系列 发任于2006年柳云龙的暗算,爆发于2009年的潜伏 之后优秀的谍战剧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2010年的黎明之前和2012年的悬崖成为其中代表作 但谍战剧这波高潮,在2015年的伪装者完成最后的爆发后,陷入低潮 2017年迟到的风筝宛如回光返照 之后国产谍战战持续低迷,不复当年的辉煌 放眼过去几年的谍战剧,有口碑的寥寥无几 趁得上爆款的,还是2021年央视的叛逆者 但观众对谍战剧的热情,从未冷却,豆瓣5.9分的反特谍战剧化媒 拿下去年央巴的收视年关,就是最好的证明 但这届观众,什么时候才能真正吃点好的? 今晚,该央视出手了 40级民国金融谍战剧追风者,曾用名乘风破浪 3月21日,央巴黄金档 凭什么期待? 主演王一博的人气,男神王阳在演民国谍战戏 还有王学银,高露,杨坤,朱铁 但这些我觉得都不是最重要的 最大的期待无疑是他,题材,金融加谍战 以及稳振的主创阵容,姚晓峰指导,翁良平编剧 浮沉谍海,国产谍战剧能否追风而至,成风,破万里浪 现在,咱们先补个风,捉个影 1.故事 故事的开始,是一个穷小子,闯上海滩 但他闯的不是帮会,是当时的国民党央行 1930年的上海,魏若来原本只是一名怀有一身理想与抱负 拥有过目不忘和精算本领的青年 却阴差阳错,解开了国民党央行高级顾问沈图南王阳氏的谜题 沈认为不可能,除非知道内幕 但依文不明的魏若来何来内幕 就这样,一个除了天分一无所有的小子 被沈图南赏识与提携,进入了中央银行 由于他个人能力突出,沈图南不但对他赞赏有加 更当着众人的面问他,可愿意拜他为师 就这样,为从国民党中央银行的普通职员 凭借出色的工作能力,一步步成长 但也逐渐见到了国民党金融领域的诸多腐败与黑暗 魏若来发现了上海富商联合作举炒酷炫的罪证 沈图南却已会激起更大的民愤 后果不堪设想为由将此事压下 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彷徨苦闷中,沈图南的妹妹 共产党员沈进真理沁氏用马克思主义这展指路明灯 照亮了魏若来的内心 欲成长风破万里浪的魏若来 他最终跟沈图南分道扬镳 加入到了正义的一方 最终,在组织的安排下 魏若来,沈进真避过敌人的追踪 一同从上海转移到江西 并参与到了粉碎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经济封锁的战争之中 成长为了我方经济战线上独当一面的金融专家 二,看点 提起谍战剧,就不能不提柳云龙 并不是柳云龙之外,再无精彩谍战剧 而是柳云龙创造了一种国产民国谍战剧的模式 制斗,抓内鬼,官场高端局 这种模式成就了国产谍战的上一个巅峰 但也束缚了后来者,再也无法超越这个巅峰 要摆脱当下国产谍战,特别是民国谍战剧的困境,必须破局 以往的谍战剧相比,追风者有什么不同? 结合预告片,看点至少有三 一是民国金融谍战 这,也是全剧最大的创新 过往的民国谍战剧,焦点往往在于军事情报的获取与传递 以及潜伏在敌人内部的我方情报人员,与敌方的斗智斗勇 而这不拒将重心转移到金融领域,表现的是我党在另一条隐蔽战线的斗争 但如果只有金融,还不够 从预告片看,就出现了男主从敌人内部获取金融情报的镜头 金融战线的谍战交锋,重要性丝毫不弱于正面战场,小的,影响一场金融战的胜负,大的,关乎我红色政权建立初期如何突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 终有一部谍战剧,从谍战角度去审视这段风云变换的历史 金融,央行,谍战,师徒高智商对决 是不是,燃起来了 二是经典谍战 说完创新,追风者也有他的Plan B 作为谍战类型剧的元素,他基本都有 比如抓捕36岁赵丽颖再度称霸古装剧,演技与颜值双丰收,令人敬佩不已 《雨凤行》播出第三天,赵丽颖玄学就上了热搜 赵丽颖还真的是有点暴剧玄学在身上的 《雨凤行》开播才不过25小时,站内热度都已经破3W 这几年赵丽颖演的剧,分别是幸福到万家,风吹半下,可奇怪的是什么 不管他演什么题材的剧,都能在第一时间爆,热度惊人 本以为10年后,36岁的他已经不年轻了,重回古偶剧题材市场会稍微有点尴尬 可看了剧之后还是会觉得他的状态挺好的,演技不错 剧本也还可以,《雨凤行》这部剧就目前来看还是挺不错的 赵丽颖重回古偶剧,你会发现他什么题材都可驾驭 《幸福到万家》里的和幸福是一个不服输 敢于为自己发声且带领村民共同富裕的带头人 《风吹半下》里的许半下是一个敢想敢做 有生意头脑,对金钱有着无限的渴望但同时又很讲义气和有底线的生意人 《雨凤行》里的沈丽娜 是个身怀绝即且十分傲娇的女王爷女将军 十分霸气,身上有一股男儿气概,是个侠女 仔细对比,你可以看出他选女主剧都有一个共性 这个女主定不是柔弱的女子,她身上会汇聚男儿的胆识,同时也会比寻常的女性聪明清醒 她所演绎的往往是思想上经济上都十分独立的女子,不需要依附于任何人 就连知否中的名栏也是如此 赵丽颖所饰演的角色呢? 也和她本人很像,她自己的人生又何尝不是一部现实题材的大女主戏呢? 生长于农村,从小就喜欢表演,但是成为一名演员对于她来说实在是太为遥远了 机会永远都是给有准备的人的,一个偶然的机会 她参加了Yahoo搜星,然后取得了冯小刚组的冠军 从此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幸运女神开始眷顾这个期待成为一名演员的农村女孩 赵丽颖对自己也有清醒的认知,她没背景没靠山,不是科班出身 那么她有的是什么呢? 相对比较清纯的长相,还有就是她有不服输的精神和使不玩的劲 她不怕吃苦,只要给了她机会,她就要拼命往上爬 从跑龙套里的小角色,一步步成为大女主,赵丽颖得到了自己所想要的 但是她仍然是步履不停,继续前行 仔细研究赵丽颖的成长路线,你也会不自尽被这个瘦小的女孩所感动 你也会惊叹,她怎么会有那么大的爆发力呢? 她怎么从来就不叫苦不叫累呢? 她怎么就不愿意停下来呢?一直都在努力拼呢? 没有谁的成功是一蹴而就和突如其来的 赵丽颖的成功是自己一步步距打下来的 至于她为什么会有那么好的观众员? 首先是她的长相确实讨喜,不是那种封城的漂亮 而是有一种邻家女孩的气质,会让人感觉十分乖巧 赵丽颖长得多有亲和丽颖 其次她的演技还不错,当然也有一些黑粉说她的演技有点小问题 可相对来说,她的演技在《85花》里面算不错的了 演技还是蛮真诚的,很有感染力 再者就是她的出身和成名的反差,明明家境十分普通 却能靠自己在娱乐圈打拼出一片天地来 这样的女孩子谁不爱呢? 纵然有人在黑赵丽颖,可她的实际就摆在那里 让你不得不服 包括就算她结婚离婚,她都不会让私生活过多暴露 在大众面前,就是老老实实她是演戏 赵丽颖当初跟冯绍峰结婚,其实是有点败好感的 因为她为了证实自己没怀孕披了个茶,可是结果呢? 不过是她撒谎 我觉得这也没什么 毕竟不是所有艺人都喜欢把自己的私生活曝光给大众 赵丽颖就属于那种谈恋爱、结婚 生子都是敲摸摸那种 她也不喜欢被人家过多议论自己的私生活 到后来跟冯绍峰离婚 离婚后她也没有任何抱怨 赵丽颖给我们的感觉是什么? 她是一个在爱情观上十分独立的女子 结婚和离婚都不过是生活方式的一种 对于她自己本身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变 依然是好好拼事业 依然不谈自己的私生活 因为什么原因离婚向来是闭口不谈 也不怎么谈论自己的儿子想想 因为没有必要 身为演员 把一部部戏演好就行了 你是好是坏 大家看你的戏就好了 至于你私底下是什么样子 你不说观众也不会知道 所以说 赵丽颖的形式作风都是一个十分可爱的女孩 她能把工作和生活分得很清楚 这是相当难得的 再看她在与凤行李的审离 角色定位是灵界必仓王 她是个女王爷 是要经常上阵杀敌守护灵界子民的 跟她在一起的人没有人把她当女人 因为她太强了 太霸气 为了逃婚呢 她受伤坠落人间 机缘巧合被下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